丈母娘 怎么了女婿 怎么了 全日子没法过 一进门就哭伤起来了 我还没死呢 你哭什么哭呀 丈母娘 我没说你 我说的是我媳妇 就是你闺女呀 这日子真没法过 又咋了呀 你说你闺女 天天不着家 天天不着家 没法过 你看你咋那么不懂事呢 你媳妇天天上班你不知道啊 上班 上班我知道 下班了不回家呀 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 你别瞎说啊 那我闺女啥呀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还没有我了解她 她天天晚上出去 去酒吧玩 要不就是河南闺蜜 要不就是 那个前男友 这日子能过吗 我们真没法过这日子了 我 我闺女咋回事啊 结婚这么些年了 咋还不知道收敛呢 就是 你得说说她呀 哎呀 你要不说她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我退货 行了 我的好女婿 你先回家啊 妈明天就去你们家呀 好好劝劝闺女 那我先回去了 行 哎 张不娘 我想啊 我想问你个事情 啥事啊 女婿 就是我媳妇啊 女闺女 她跟我结婚之前 她到底找过多少个男朋友 你啥意思啊 女婿 不是 她今天和男闺蜜去酒吧 爸 明天和前男友去饭店吃饭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啊 我都懵圈 哈哈 女婿啊 啊 这事你问妈呀 算是问对人了 我估计你谈了多少对象呀 我都可以记着呢 妈给你拿个东西去啊 啊 哎 妈呀 这谈了多少个男朋友啊 还拿着照本记着呢 啊 女婿 嗯 哎 你看 我闺女啊 谈多少个对象 我就往这里放多少个鸡蛋 哦 我看看 有几个鸡蛋 啊 三个鸡蛋 就是三个是吧 三个 哎呀 也不多 哎 妈 这些钱是咋回事啊 卖鸡蛋挣的呀 卖鸡蛋挣的呀 啊 啊